2018年一当女团选秀的节目开播 太多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了镜头前 有些女孩比较优秀 能唱能跳 参加节目前就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比如当时已经在韩国成果团出道的吴轩仪和孟美琪 节目一开始 杨超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女孩而已 粉丝也并不多 直到她介绍自己是全村的希望 她来参加节目仅仅是为了能得到2000千块钱 耿直的表现已经播出 让无数网友们忍惊不惊 纷纷关注起这个女孩 可是随着节目的发展 网友们发现杨超越长得是挺漂亮的 性格也真实 就是唱歌有些跑调 四肢也不协调 跳舞的时候习惯性数拍子 她那一般的才艺放在一群优秀的女孩里 显得格格不入 大批的网友们开始纷纷吐槽起她来 让她好好增强自己的能力 杨超越的压力也大呀 只不过不管她如何努力 她唱歌和跳舞的水平不见增长 于是她变得有些脆弱 在镜头面前宣泄自己的糟糕情绪 哭得梨花在雨的 上网友们忧心腾起这个女孩来 开始为她辩解说 一个出身农村家庭的女孩 很小的时候就到社会上打工挣钱了 哪有时间和精力 像有钱家庭里的孩子一样去学习唱歌跳舞呀 普通女孩子在网上看到普通的杨超越 仿佛就带住了自己 他们希望杨超越变得越来越火 所以杨超越能以第三名高位出道 出道后的杨超越 果然按照粉丝们期望的那样 大红大紫了 红了以后 她依旧在做真实的自己 因为她很聪明 知道很多人都喜欢部中的明星 职场上 她也能讨得老板龙丹妮的喜欢 她很小的时候就出身社会了 也知道只要能得到老板的赏识 她的手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源 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现在的杨超越 已经是多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 她的古装扮相真的很美 年纪虽然还带提高 但是给她一些时间去学习 未来的她演技会越来越好的 毕竟她的脑袋高兹很灵活 学东西学得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